哈哈哈哈 你干啥吗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你知道 昨天晚上韩景峰这个会不过了 他老豆了 给我来一电话 你别说了 然后呢 我一看我说 那么晚干嘛呀 我就给回过去了 韩景峰跟我说 大鹅 你一定是有一点点小 对吧 我再无用 要不然 我给你打了电话 你为什么会给我回回来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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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时我听完这句话之后 我什么都没说 我一句话都没说 鸭给我挂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 所有的解释 都那么的苍白又无力 我觉得 王舅好像这样 我昨儿 我昨儿 我昨儿喝短片了你知道吗 王舅呢 他先回来了 我就想给他打一电话问问 他倒没倒家 你那么远吧 因为他平时他到家 他会说一声对吧 就是朋友之间 对吧 肯定得互相告知一下吧 我把你压下来嘲笑我 把我对他的观点 变成了一种侮辱 不是 那正常问你 到你到家 我给他回过去 他跟我聊这个 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给你回过去 就是我喜欢你 你有病吧 哈哈哈哈 我真破防 不是你看人怎么这样 他老到我 我跟你说 我跟你讲 哎呦 我韩景峰 吴角说 你大额的一条狗 哈哈 我都服了 我不知道我是好像 我平时怎么虐待他一样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那你我开头讨论你 我是男的 啊太好了 哎呦别闹 我先走了 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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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